You're such a jerk Am I sick of trying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妖怪諸事會社 我呢就是菜鳥YouTuber 謝謝你喔 哈囉 這就是我的員工證 等一下會邀請兩個特別的朋友呢 跟我一起去約會 請開門 他可以手動也可以聲控 欸怎麼沒有人 那你剛剛給的是誰啊 真的是鬼鬼上在幹嘛 嗨 哈囉 怎麼有鬼 歡迎我的特別來賓 女朋友 Kiffany 大家好 大家好 變裝皇后Drag Queen 指的是生理男性 藉由誇張女性造型及表演 來詮釋對於女性之美的熱愛 我跟他們在一起 我是不是看起來很像小朋友呢 咳咳咳 你變成男生 我嗎 你超像男生 對 你變得很成功耶 比賽一大更像男生 好我們今天會進行我們一連串的約會 有手 是給你的嗎還是給我的 這是任務嗎 欸是一張白紙 小姐在後面 我們要去滾球 驗 保齡球 我滾他的啊 不要這樣 很像我們的性騷擾欸 對啊 手要打扮很冷 驗去打保齡球 對我們一直走復古路線 復古 他們的妝都是他們自己化的 怎麼會都素顏呢 你看他 這樣子叫他素顏 我不相信 太漂亮了 我想問一下你平常的妝 是要多久時間 一個小時 真的一定要一個小時 欸我跟你講化妝加弄合法要兩個半兩 什麼化妝嗎 我就是化妝之化 難怪房間有人留言說 鬼鬼還能合作 啊哈哈哈哈 誰說 開玩笑 你在那個dry queen裡面的風格 台灣本土的元素 歡迎媽 或媽祖 然後台語歌 或者是那種什麼三太子啊 那你咧 我是比較漂亮 歐美 然後舞台上秀的 五年俱樂部的感覺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找到 他真的是一個有胸部的人耶 而且他胸部比我還大 我胸部很小 嗯要比你大部分 他比較走beautiful 然後他走的是怪 還有造型 兩年前我們有一起工作好幾天 其實這兩個人 是我最常聊天的兩個人 然後他們是我節目的第一集的嘉賓 其實我覺得很榮幸 他們在妝容上啊 衣服上 他們都非常的有講究 等一下會打扮跟他們一模一樣 但是我希望我本身是不要輸他們 因為本身我也是個女明星的代表 如果輸的話 這一集可能就只有一集 不會再有下一集 哈哈哈哈哈哈 都不會再拍手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待會我們就要去保齡球館 看看我們會打扮成什麼樣 妖艷的樣子 好難喔 等一下 你們的衣服好像很辣欸 不會嗎 這樣子還好 妳知道辣嗎今天 對啊 褲褲啊 是要穿一下徐老師嗎 怎麼徐老師 我這個可是有打扮的呢 我就是一顆球啊 保齡球 我今天是Discord球 喔 因為我想說 我們今天要打保齡球 所以呢 我們要先換鞋 認真 蛤 走了 欸 走了 欸 等一下 不脫鞋 我們會傷害掉那個球道 我們是妳明星耶 拜託 拜託你們話 欸 穿這樣很難脫鞋 怎麼不拜託 我幫妳脫嗎 欸 我好像是四號 我的是三號 四號吧 三號很ㄍ欸 欸 好矮喔 老羅斯二兩個女巨人 姐 四號 妳的咧 我剛剛是不是四號 四號 我剛剛是不是有獎 謝謝 謝謝 然後這還保齡球款的 第一件事我們先不打球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了解 你們為什麼會選擇 Drag Queen這個工作 她就愛漂亮啊 對啊 我就很喜歡表演啊 展現自己很漂亮 美麗的樣子 那你咧 我是因為平常出門的時候 就是比較女生的打扮 對 然後小時候剛好又有一個工作可以做 在我之前鬧錢 嗯 而且像我跟她一樣愛漂亮愛表演 對 那因為這個 高度性質比較特別 比較破音 小羅斯啊 我還在青春期好不好 不可以喝酒喝醉 啊 今天那個服裝科 所以這衣服都是你自己黏的嗎 當然是不可能啊 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她的衣服不是找設計師做的 對 找設計幫我做 喔 所以這個方法 像這樣子 好了 現在今天我們很幸福 是一個是因為愛漂亮 然後因為她 你去讀本科 然後你推這些妝容 就比較有研究 有喜歡 我突然會找去 我掉下來了 啊 啊 我的毛 你做這個職業多久 六年有 你幾歲出道 十八我記得 沒有 我二十 我算一店就很好地 真分了 喔 所以我剛認識你的時候 你就是剛做 所以你做了兩年 一年多啦 你做了 六年 六年 我都還在別的地方 所以也是跨性別的酒吧 對 跨性別跟Drag Queen有怎麼差啊 嗯 就有動手術跟沒動手術 解育上你來講的最好 可是她也還算是Drag Queen吧 對 我算 對 因為她還是有一些男性的 生理的特徵在 不得不說 你真的 滿美的 謝謝 因為她已經就是 美到我可能 我會想要多看她兩眼 你知道今天有兩個來賓嗎 我知道但是你的美是怪的美 我們還有一個人欸 看到嗎 在哪 阿珍妮 跟大家介紹一下 她是我的 假人嗎 珍妮是她的寶貝 她剛剛從頭到尾 她都要一直戴著 對 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 Drag Queen一定是男生扮的 對 Drag Queen就是 男生變成女生的樣子 對 那假如女生要進這個行業也可以 她就扮成是Drag King 就扮男生 她就變裝國王 別人在看你們的時候 用一些異樣的眼光 你們會覺得說 因為他們嫉妒我們漂亮啊 我們為什麼要在意 欸我很佩服你們這件事情 我當藝人 還是會非常在意觀眾的眼神 或是評論 但是我在你們的身上看到的是 你們完全不在意 任何人怎麼說你們 怎麼講你們 那你們非常的勇敢做自己 我對女王的了解就是她非常的嗆辣 我還蠻喜歡她這個樣子 她就是不限制她自己要做什麼事 然後我在Tiven你身上 對她特別印象深刻 是因為她有真的胸部 摸她 先摸她 那是不行啊 你先幫我摸好了 我摸很多次了呀 欸很痛欸 敲到我了啦 你真的是男生欸 不是啊 太好了 她完全不怕任何人指指點點 LTT的群組真的是要做自己的 我覺得我們先打球 社會都會嗎 她就會會打啊 我愛打 會嗎 是真的要打 我愛打 我愛打 我愛打保齡球 開掉 沒有了 沒有了 好 我們先打球 選我們球要的重量 還是你選我 我今天是一顆球啊 你說兩顆 所以你說我把你這樣子滾進去啊 對啊我就滾進去啊 還是你要不要先示範你們可以試試看 1 2 3 我也要 就是呢 我們是有跟保齡球館講好 娛樂效果 然後我們現在真的要去打球了 女王加油 GO Teevan你好喜歡左邊喔 我偏左啊 你偏左 我剛好偏右呢 你偏左 彎彎加油 在哪裡 抓手 怎麼抓手 阿 你要說我胖嗎 彎彎加油 誒 有啊 好厲害 全倒了耶 我想問一下你們的家人 怎麼看待 就是你們在做這個 Dry Queen這個事情的看法 像我家人還蠻支持我這個工作的 對 我們家也支持 我們家也支持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家的概念就是 你做自己OK 你不要散粉 對 不要激怒 一開始他有點不接受 一開始不接受 然後直到我去動手術之後 我動手術有跟你家人講嗎 我沒有要講 你沒有講 有一天在房間睡覺我把他發現 然後他當時有點小生氣 可是後面他有跟我一起說 你去把你姐的衣服拉上來 我就說好感動喔 聽到這句話 你們的家人有沒有做過什麼樣 很感動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工作都一定是很晚 有時候四五點不到家 然後我媽會再特別起來 幫我煮宵夜 然後他有時候會要我就是 穿表演的東西 表演的照片 你可以給他 給我們看 因為我爸媽年齒都很大 有七十 很晚才生你 對 所以你有兄弟姊妹 有啊 我弟弟 而且我弟 結婚的時候 我爸還問我 你要不要幫你去表演 這其實蠻感人的喔 可能爸爸媽媽會有一些傳統的思維 比如說 哎呦我男生就是要娶老婆 我們能夠做到讓爸媽不擔心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不會是太多的限制說 你們一定要走很穿透的路線 對 所以其實很多家長其實不是說不支持 其實需要時間 假如說你們的朋友 或是現在在看我們這個頻道的人 有這樣的煩憂 可能他還在躲躲藏藏的在做這件事情 你們會有給他什麼樣的鼓勵或是 現在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然後勇敢的做自己耶 就不要怕 他會建議勇敢做的 可是我不會給建議 因為我們不清楚每一個人 他的家庭背景是怎樣 可能他們家人是真的很激進的去反對 那這樣我們指教他 趕快勇敢的做自己 那說不定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只會希望他們就是認清楚自己 到底要的是什麼 對 做好一切的準備 勇敢的負責到底 因為你人生是責於事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做這個頻道 也有一種這種心情 就是做頻道 然後我可以認識到不同的人 因為其實平常私底下 很難會有這樣子的機會去跟你們講 沒有帥哥耶 還有沒有帥哥嘛 再來講到帥哥 就是講到感情 講到什麼 感情 珍妮你幫我回答 你的感情有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其實我單身很久了 多久 喜歡你的會是 直男通常之間 真的喔 因為他就是漂亮女生的樣子啊 那喜歡你的呢 很髒耶 很髒耶 你談過戀愛嗎 沒有 你們兩個繼續來我先離開 你先去打球好了 對我先去打球 你說你怎麼樣轟轟烈烈烈啊 他真的走了 就以前不懂事啊 就有個男生難得愛我 我就會全部扑出去啊 那現在應該不會這樣了吧 這樣沒有了 可是我想問你做這個胸部 你是為了要給直男嗎 就是為了 沒有耶 我有自己身材看起來很好看 穿衣服很好看 所以你是為了自己 好了 我剛剛打完你 你有沒有再認真看 有 我剛剛問說 有動嗎 沒有 我剛剛在問他說 就是你會不會男生 知道他下面有一個東西 會怎麼樣 但他說男生都知道 他下面有一個東西 而且我跟你講 男生會特嗨 男生會特嗨 我剛剛不好意思講 我看你們的這個下半身 三角地帶很平 你真的很執著 這有沒有下半身 因為我覺得 來 女婦女我們把膠打開 我們把膠打開 太漂亮 這是必須的工作 這是一個你們要 對啊 因為我們要像女生啊 所以你如果下面一大包都能看嗎 所以你們每次都要做很多的防護措施 第一是防護 第二是像女生 就是我們有的 比較積極一點的 會用膠帶貼 像我們比較懶惰啦 我們就是穿比較近的 高磅性的那種絲襪 然後讓它比較近 穿多層那種 那你們做這份職業真正的快樂 是什麼你們想過嗎 小費 不要這樣 我覺得給小費是一個尊重 一個鼓勵 在國外看變狀後的表演是很貴的 我們拿到的小費 我們才有更多的 投資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就是拿回饋給這些喜歡你們的 對 所以小費其實不是膚淺 是對你們的一個鼓勵跟支持 對 真的喜歡這件事情 除了小費以外 在台上我們享受觀眾的掌聲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哇怎麼那麼漂亮 有的女藝人都不一定有我們漂亮 你在說我嗎 對 有的人會把我們定義成喜劇演員 你們哪是喜劇演員啊 對我們是要歸類在藝術家的 因為像我們是頭髮 從頭到尾 連表演都是我們一手包辦 那你有想要放棄過這個職業嗎 沒有 什麼沒有 欸我們今天有一個福利 就是我們可以在一個保齡球道上面走球 但因為我很菜 然後我要效仿你們 你們怎麼走我跟著怎麼走 你們會走得很小嗎 我們不用很小就贏你了 OK好 那我們就跟著他學習你們怎麼走秀 阿姨要跟著我喔 來 5 6 7 GO 要走 要走 要 欸你真的不行你留著了 不行耶 你留著好了 欸 走啦走啦 走啦 怎麼會教我 回來 我們這個節目呢叫妖怪諸事會社 所以在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要頒發一個禮物要送給你們 我先拿一下 這個節目呢就是每個人都屬於自己的員工證 然後這個是你的 你是妖艷燒獲 你是狐仙本人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追蹤我的頻道 然後並開啟小鈴鐺 按讚訂閱加分享唷 妖怪諸事會社我們下集見 掰掰 我覺得問到感情我覺得有點嚇到 我才嚇到吧 那今天也講了還蠻多 就是跟家裡面的事情有關聯 還蠻感人的 掰掰 掰掰 攝影師辛苦了齁 第一集妖怪諸事會社下班囉 這次很開心可以找到變裝皇后 女王跟Tiffany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嗆辣的 罵我呀 罵我醜八怪什麼的 其實那一刻我是被療癒的 在他們的身上 我看到他們有自信的樣子 並且發光著 每一個人都是不被定義的 你的選擇 你的喜好 沒有一定的對錯 但是你要做出選擇 並且接受這樣子的答案 這就是一種不被定義的樣子 下次如果要去看他們表演的話 千萬不要吝嗇給他們小費喔 這個小費是給他們一種支持跟鼓勵 邀怪諸事會社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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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